手套 毛帽和大衣 因应气温越来越低而准备 志工萨尔达曾经接受过这份温暖 西雅图慈济志工每个月一次热食发放 关怀皆有的身心 在波特兰 慈济志工摆上了一年来 持续采购整理的衣裤 协助每位街友找到需要的也喜欢的 第十年的街友东令发放 大爱绵长不断 大爱新闻知识美志工美国报道